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无忧防射信》,我是老郭 上一次我们在介绍五月花号的清教徒移民的时候是说过 这些清教徒们本来他们打算移民到的地方呢 是位于现在纽约市的哈德逊河河口一带 哈德逊河是美国纽约州的一条大河 由于它途经了纽约市 所以哈德逊的名字在美国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当然哈德逊这个名字呢 在加拿大那更是如雷贯耳 原因就是因为加拿大有一个世界第二大的海湾 叫做哈德逊湾 也是以它的名字命名的 而且在加拿大 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你都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名的百货商场 它的英文叫哈德逊河 中文叫哈德逊湾百货公司 而且它也是在加拿大历史上最早的一个贸易公司 他现在解称湾公司或是贝 你在加拿大的任何一个购物中心都会遇到他 无论这里的哈德逊河也好 还是哈德逊湾也好 都是以英国探险家 亨利哈德逊的名字命名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悲情英雄的故事 亨利哈德逊是英国的一名探险家 由于资料太少 自卸在他的出生年月都是未知的 他的前半生过得平淡无奇 只是一名普通的船员 到了1607年以后 由于受美洲开发的影响 他认为他找到了通过北极地区的西北水道 可以在夏天从欧洲直接通往中国印度等亚洲地区 这就是欧洲人梦寐以求的通往亚洲的贸易通道 于是他正式受雇于英国公司去开辟这条航道 但是两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并被英国公司解雇 到了1609年 当时的另一个海上强国荷兰 选择了他 雇佣了他来寻找这条通往亚洲的航道 于是哈德逊和其他十几个船员 在4月4号驾驶了一条船 船的名字叫半月号 离开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原打算继续穿越北冰洋 但是因为海滨的阻挡 他们无法完成原地的线路 于是他们就改变了航道 试图从北美洲的北部来发泄通往东方的航道 经过重重艰难险阻 终于在9月到达了现在的纽约湾附近 哈德逊在第二天就开始在这个哈德逊和纽约湾附近开始探险 进入了上纽约湾后 他就沿着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河流向北行驶逆流而上 这条河当时还不是以他的河流命名的 他以为这是一条可以通往太平洋的河流 他一直溺水而上探索了240多公里的通航的水域 到达了现在纽约的阿尔巴尼附近 才发现他不会一直通向太平洋 只好折返 当然在探索这条河流时 哈德逊曾和几个遇到的土著群体进行贸易 主要是用他们从欧洲带来的小工具 换取印第安人的皮毛 哈德逊将他的详细的探索和经过 都记录在和绘制在航海日志上 从那时期这条河就被称为哈德逊河 也第一次在航海日志上记录了 现在纽约最著名的一个地区 叫曼哈东岛 因为哈德逊听当地的印第安人说 他们的名字叫曼哈东人 所以他就把这个地区取名为曼哈东岛 在返航的途中 哈德逊停靠到英国的达特茅斯港 但是英国当局随后就拘留了他 因为英国当局想从他的船上得到航海日志 并且阻止他和其他的英国船员代表其他国家去探写和航行 但是哈德逊不同意 他要遵守契约 因为他是被荷兰雇用的 所以他设法将航海日志交给了荷兰驻英国大使 其实荷兰当时是另外一个海上强国 甚至比英国的海军实力还强一些 荷兰驻英国大使随后将他的报告寄往了阿姆斯特丹 这时哈德逊发泄了新大陆的消息迅速传遍了荷兰 而且荷兰将他这次航行用来确定荷兰对这一地区的主权 就把哈德逊和刘裕 且如今的纽约州和新泽西州附近的大部分地区 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并且像英国人一样也取了一个新的名字 叫这一地区为新荷兰 讲到这里我们要插入一段关于荷兰和纽约的故事 因为他们之间密切相关 在把这一地区纳入荷兰的势力范围以后 在1614年 荷兰就在二巴尼建立了一个贸易战 进行繁忙的皮毛贸易 虽然荷兰也想引一些荷兰人过来殖民 但是由于荷兰的生活比较好 没有什么人愿意过来 在1625年底 新荷兰的总督到任 他一上任就做了一些历史上最有名的房地产交易 他用一些玻璃珠子 其他的小手工艺品 从当地的印第安人手中 买下了曼哈顿岛和长岛 而且价格大约是24美元 我们知道 现在的曼哈顿被形容为 整个美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是纽约市中央商务所在区 世界上的摩铁大楼最集中的地区 也汇集了世界500枪中的绝大部分公司的总部 同时他也是联合国总部的所在地 他的房地产市场也是全世界最昂贵的 但是当时只用24美元就买下了 这笔交易后来一直被精明的荷兰人 认为是荷兰商人的骄傲 但是据说交易之所以能够达成 是因为印第安人根本没听懂 对方要干什么 荷兰人占了曼哈顿后 就把他的名字命名为新阿姆斯特丹 欧洲人的命名非常有意思 从来做不改名 写不改姓 走到哪就把自己祖国的那个地方 命名为这个地方 加上一个新字 由于曼哈顿是天然的深水港 位置失踪 自然调节优越 他很快就成了商船拥挤的重要港口 世界各国的商人风风前来 据说在这里可以听到18种不同的语言 随后的几十年里 英国和荷兰为争斗海上霸权 曾经爆发了三次战争 最后英国凭借强大的海军 占了上风荷兰战败 被迫将北美的新荷兰 隔让给了英国 当时正好是英王查理二世的弟弟 约克公爵的生日 作为国王送给约克公爵的礼物 于是就将新收过来的阿姆斯特丹 改名为新约克 也就是纽约市名称的由来 将新荷兰地区也改名叫新约克 也就是纽约州名称的由来 其中还有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 大约在1640年 荷兰人在新阿姆斯特丹的北面 修了一面墙 据说就是木炸了 用来防御外地入侵 后来随着这城市的越来越扩大 就把这堵墙推倒了 在墙的位置上修了一条路 这条路就叫做墙街 就是现在大名顶顶的Wall Street 那么中文就把它译成华尔街 现在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 由于哈德逊这次探险有所收获 在第二年也就是1610年 哈德逊获得了另一次航海的支持 这次是英国的资金 来自英国的弗吉尼亚公司和东印度公司 这次他们又有了一个新的船 叫做发泄号 他选择了走北部的航道 虽然有人称他当时在荷兰资助的情况下 他是故意向南走的 但是现在也已经讲不清楚了 终于在6月25号 探险者们到达了现在位于拉布拉多 加拿大拉布拉多北部的哈德逊海峡 这个海峡现在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8月2号该船经过这个海峡以后 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大的海湾 也就是现在的哈德逊湾 哈德逊认为这艘船终于找到了穿越大陆的西北航道 非常的兴奋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他就停在那个附近详细的绘制 并探索了哈德逊湾的东海岸 其实他和他的船员并没有找到通往亚洲的通道 他只是以为那个地方就是 莱尔直接很快就到了11月 这艘船被控在了哈德逊湾 其中下面的一个小湾叫詹姆斯湾的槟城里 船员们也不得不上岸过冬 经过一个严冬的煎熬 终于在第二年的冲天 也就是1611年冰城散去 他们的船可以开动了 但是哈德逊计划还继续探索哈德逊湾 并且继续寻找这个航道 可是他的大多数船员 经过了长时间在船上的生活以后 非常热切的希望回家 事态最后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许多船员终于在6月发生了叛变 后来根据一名姓从者回忆说 叛乱的领导者是亨利格林和罗伯特朱特 他们将哈德逊和哈德逊 失去的儿子约翰 以及其他7名船员 共9人放到了一个他们带的小船上面 那么其他7名船员据说是要么是生病 要么是体弱多病 要么是忠于哈德逊一定要和哈德逊共进退的人 并且在这个小船上为他们提供了一些衣服 火药和子弹和一些食品 以及其他一些杂项以后 就让他们自己去探索 然后他们开着大船就准备返航 开始哈德逊的小船试图跟上发泄号的步伐 叛乱者们最后讨厌了小船的追击 于是展开了大的风帆 全速航行 将这时候小船抛在了身后 哈德逊和其他7人的小船 从此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尽管随后进行了很全面的搜索 包括托马斯巴洞在1612年 和沙加利亚在1668年到1670年都进行了搜索 但是都没有任何的消息 他们的命运仍然未知 一直是活不接人死不接私 一直到现在 如果那位朋友以后到哈德逊湾徒步 或者树营的话 不要忘记在各个地方多看看 说不定能发现一些窃索 哈德逊湾的面积是波罗的海的三倍 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的海湾 有许多大型河口 可以通往加拿大西部和北极的其他内陆地区 这也使得英国成立的哈德逊湾公司 在两个多世纪以来 一直在其沿岸开发利用丰厚的皮毛生意 其强大到足以影响北美西部的历史 和当时的国际边界 除了哈德逊河和哈德逊湾以外 还有许多其他的地形特征和地标 也都是以哈德逊命名的 包括新泽西州的哈德逊县 哈德逊大桥 哈德逊公园大道 以及哈德逊镇等等的 用来纪念这位为探索美洲付出生命代价的悲情英雄 关于亨利哈德逊的故事我们就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下次节目再见